各位观众老妹大家好呀 我是超爱穿65的白菜 我个人呢买过非常非常多的 尤尼克斯SSB65这个系列的鞋 个人呢非常喜欢这种轻量化的设计 然后非常直接的脚感 非常快速的启动 包裹呀缓震呀 这个不是我优先考虑的事情 另外呢我也喜欢那个争议非常大的超轻系列 那种轻到极致的脚感 我非常的喜欢 反而呢我不太喜欢 李宁那种全掌泵的那种脚感 踩起来非常的软 打久了会非常的累 这次呢我纯因为颜值买了这一双 新配色的65Z3W 它是一个宽炫的版本 正好呢也借这期视频来告诉大家 羽毛球鞋的鞋血该怎么选 这两双鞋呢都是65系列的鞋 这个呢是65Z2的75周年 非常好看的一双白色的鞋 复古的设计 这个呢是新出的Z3W W这个后缀呢就是歪歪的宽炫了 鞋盒上呢也会有标注 在长度后面有个括号 括号里面写着2.5的就是3亿的宽度 写着3的是4亿的宽度 我们如果把鞋放在这样一个平面上 会发现这个宽炫的版本 在这个位置是要高出来一截的 这个呢就是它宽出来的部分了 我穿这种正常炫的版本 前后左右其实都是刚刚好的 前面呢留有一丢丢的余量 后面呢能卡的比较紧 这双鞋买回来之后呢 我基本上不带它打那种强度非常高的局 因为呢它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宽 包裹不是那么的紧实 这个鞋呢理论上我应该买一个小半码 买40码的就应该前后左右都能做到正好 YY在他们家的几个主流型号里面都有W后缀的宽炫版本 比如说像88D像ELSJ 还有CFZ超轻等等都有这种4亿宽度的可以选 另外呢YY还有S Slim后缀的鞋型 它是2亿的宽度适合那些脚比较窄的朋友 这里不是拉踩也不是尬出呀 羽毛球鞋里面应该尤其只有YY一甲可以做到同一型号里面 既有标准线也有宽线也有窄线可以选 红蓝场呢如果这个鞋宽了窄了不合你的脚 那么你就跟这个型号无缘了 比如说我个人超级喜欢的贴地飞行OP 就奥运配色这双鞋 好看嘛是真的好看 但是呢穿起来又宽又软 真的是完全不能实战 也因此呢棉花糖配色我也完全没有买的冲动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知道你的脚到底是宽还是窄呢 这部分知识呢我也是最近一个礼拜刚刚恶补起来的 学习的是极客鞋谈这一期视频 大致呢也可以参考一下 大致的方法呢是量一下自己穿好袜子之后 整个脚的长度 以及脚最粗的地方一圈的脚围 带入坐标体系里面 这个呢是亚瑟士他们家的坐标体系 就会看到自己买他们家的鞋应该穿什么样的屑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 这个呢是亚瑟士他们家的你应该这么选 其他家呢会有自己的一个大数据库 我呢仗着自己是全州人的这么一点点优势 我去问了两家国内非常知名的体育品牌 他们也都说自己呢有自己的数据库 跟亚瑟士他们家的也不完全一样 那拿我自己举例子给大家买歪歪的鞋提供一个参考 我自己穿好袜子之后脚最长的地方255毫米 最粗的一圈脚围230毫米 我穿YY标准旋的就是2.5 3亿的宽度的鞋刚刚好左右宽度 穿这种括号34亿宽度的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宽 S后缀的几乎就不能穿 我穿另外两家的鞋呢 李宁即便是做到3亿宽度的标准旋 我穿的略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宽 胜利家的呢宽度正好合适 但是呢他会顶我的足弓顶得我非常的酸痛 所以胜利家的鞋我也基本上都是不穿的 所以现在你们会选鞋炫了吗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的选购球鞋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收藏 转发给你身边要买羽毛球鞋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这是那马下羽毛球 我是爱穿65的白菜 我们以后的视频再见